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5431 現在在441 所以也就是說台股大盤 我們是講大盤 他只要在15431代表建議是往上推的 那相對的如果在431以下 你說那不就要跌 也跌不動 為什麼呢 他就最多 他目前多頭的防守在15369 為什麼是369 各位就簡單看這張圖 這張圖表最明顯就是台股從16811 最重跌到13928 對不對 你就看那個811 16811 13928 你把這一整段最高點 最低點 我們把它加起來 你得出一個 加起來你除以2 這樣就可以了 得出一個交易價格叫做15369點 也就是台股主要的關鍵在15369 他一旦站上369就代表形成一個大回升 那反之呢 他是個大回升 縱使今天短線的強弱關鍵 不管有沒有守住 守住了就持續往上漲 守不住 最壞狀況他也是來防守 15369點 這是針對整個大盤的部分 那台股今天怎麼看 台股合理的來講 今天應該漲75點 漲75點 那現在33點 所以可以再漲35點左右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到國際股市稻窮 稻窮昨天漲幅是漲151點 我講是稻窮工業指數 中場上漲0.45個百分點 所以台 因為台北股市跟稻窮聯動比最高 最高 從1681以來到現在 我們把台北股市 加犬 加犬跟稻窮 納斯達克費半 大陸的上陣 然後亞洲地區就南韓的首爾 日金 歐洲部分我們抓德國 德國股市你做比對 聯動比跟台股最高的 絕對是稻窮工業指數 我們在昨天講過 所以那稻窮是多少漲0.45 所以台股今天合理也是漲大概在0.5個百分點 如果漲0.5就漲75點 所以你不就答案就講完了 這樣就講完了 就講完了 然後主流我們寫在底下 本週主流肯定是稀金元 是嗎 是啊 絕對就這樣子 其實股市很單純 沒有大家想的那麼複雜 但因為分析師很多 對不對 那包括有不同的財經媒體 那這麼多分析人員 不管是投信的或者什麼業內的 那大家接受連線提出一些看法 那各有不一樣的模式 所以當你在看你覺得五花撩亂 對不對 那我到底聽哪一個 聽你自己的 就是你要最好避開這種像我也好 我們同行一樣 我們個人的預測你最好避開 因為那個準確度大概五成 我不到五成 我準確度特別差 所以我不猜的 我猜不到 但是我們從幾個框架來做觀察好不好 首先各位請看 這個叫加權指數 我不是要去批評 我們叫WMA W叫weighted 叫權重 那一般市場上大部分的朋友 很多投股老師分析師教你的叫MA 那叫SMA S叫簡易的 簡單的叫simple 不然S是什麼意思 Superman 超級 不是 S是simple 簡單的 簡單的平均線就簡單算數平均線 我們叫SMA 你要用多少我都沒有意見 但是我們假設我用WMA叫加權移動平均 我們給他國際標準 季線是50 半年是100的話 這兩條碼 各位請看 WMA50的部分在14897 WMA100在15389 現在15429對不對 好 你先看 他在WMA100是15389 可是昨天加權指數收在15417 他是不是已經剛剛站上 昨天是第一天站上15389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下張圖 不是 這不一樣了 123 這個不是 這是在上個禮拜 現在 一樣我給他WMA50跟WMA100 這是台紫棋 可是你一看不對 他已經是第三天站上了 如果到昨天為止是第三天 他WMA100在1525 WMA50在14750 也就是說因為大家經常說 起貨商品他有領先發現的功能 所以就是他會領先市場提前上漲 對 或者是在你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之下 他已經跌了 他有領先發現的功能 所以各位請看 你再看加權 加權是不是在昨天 昨天正式第一天 第一天突破WMA100對不對 好 那我們再看 台紫棋不是 台紫棋已經是一天 兩天 三天 他已經突破三天了 所以整體上從這個框架來看 加權指數現在下跌 現在下跌0.84個百分點 不到1點 15416對不對 那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 因為最壞還有一個369黨在那裡 OK 所以整體上 整個大盤 我的看法沒有什麼值得要擔心的 為什麼 各位請看 這個是VIX到今天早上 油價是不是跌破89塊了來到88了 如果你看油價的話 然後緊接而來 這是VIX 它是不是一路往下跌 6月 7月 8月 所以它是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 好 這是VIX 所以它是在跌的 這沒有錯吧 VIX 它是反向的 VIX 跌股市就是漲 所以代表國際股市在嘎空 那這個嘎空會嘎到明天晚上 到明天 對 因為到明天晚上 就是最少到明天晚上 所以今天晚上一天 明天晚上還一天 所以這個框架沒有改變 好 所以我們來很快速做個瀏覽 這個我們在過去這幾天都分別跟大家分享 VIX 本身它的標準名稱叫波動率指數 那可是還有一個名稱大家叫它恐慌指標 那為什麼叫恐慌呢 也就是如果市場很害怕 那這個恐慌指標它會向上衝 害怕度越高它就會衝越高 相對的不恐慌它就往下跌 所以我們去看過去這一段期間你覺得很恐慌 可是我們看到 VIX 恐慌指標的走勢它一點都不恐慌 它一度往下走 所以市場很恐慌 可是波動率指數一路走 那代表怎麼樣 代表恐慌的人就去做空 一路走 市場一直去 而且這個標準的嘎空 這是一個嘎空 嘎到什麼時候 嘎到明天晚上 所以我們往下繼續看 那怎麼去抓出它的關鍵的變化 那最主要我們提到你可以利用量價 就是交易量所產生的價格 那這樣就對了 OK 首先我們看整張圖表 第一個 相信真實已經發生的 並且是你的眼睛看到的 這樣就可以了 你會發現你在證券市島的成功率 會高到你不敢相信 然後盡量避免包括我 包括所有分析師媒體的看法 因為大部分都是錯的 你也是錯的 對 那我錯 我最起碼我會跟你說 我哪一天錯了 對不對 你不能要求一個分析師 永遠都對 成功率五成就正常的 事實是這樣子 所以該怎麼辦 你就照著真實的框架 真實的數據在哪裡 你就照著這個做 你就怎麼做都贏 是嗎 是啊 最大交易量肯定是發生在7月27號 7月27號 最大交易量所產生的交易價格 不就得出一條緊線嗎 那我們事後要去驗證 它是不是真的告訴我們 這裡是個緊線 你不是現在去畫這個位置嗎 那不是見出去的再去畫個圓圈嗎 畫個靶嗎 不對的 現在是去驗證它 所以你在第一時間7月27號 你已經知道Mix在25.05了 你不用過了一個月事後來看吧 現在看叫檢討 叫驗證 又檢討 所以過去這一個月全市場幾乎全錯 是嗎 你說那我怎麼辦 你會對 你就看著波動率指數你就對了 當大家都錯只有你是對的 除非怎麼辦 爭生殺人 三人成虎 對不對 你明明幹對了 結果聽ABC 結果你就錯了 就這樣這麼簡單 最大交易量所產生的交易價格 我不是得出一條緊線嗎 好 它守不住這個緊線往下跌 往上反彈去挑戰這個緊線 是不是來到這裡就停了 它有站上去嗎 它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沒有足夠的交易量大於這個 所以這來車這裡持續往下跌 這個叫破底 它告訴你我是破底的 那破底代表股市未來這一個月會持續漲 漲到什麼時候 漲到明天晚上 後天晚上 會漲到後天晚上 所以它就一路往下跌 接下來你比較小心的 你就再看次大量 次大量在這裡 這是次大量 把它抓出來 我們事後去看這裡是不是一條緊線 對嘛 那你幹嘛事後看 那你不是在這裡就知道這裡會有一條緊線 所以這個叫探底 所以股市就繼續漲了 就簡單來講 這個比較重要 各位你慢慢看 你說我看不懂 不會 是你不願意看 不是你看不懂 黑色的叫加權指數 如果我把藍的淺藍的橘子色的 咖啡色的 綠色的 粉紅色拿掉你就看得懂 為什麼 因為跟黑色連動比最高的是道琼 不是納斯達克 不是日金 很多分析師會告訴你 是南韓首爾那錯 錯到亂七八糟 我會告訴你 跟台股關聯性最大的是納斯達克 別說 因為台北股市有台積電 所以肯定是廢辦 通通不對 那都亂講的 是 道聽途說 當我們自己覺得別人道聽途說 那他反觀自己 我敢這樣 對不對 所以不猜測 你就用真實的一看 真實的我們發現到 過去我們都看錯了 跟台股正正聯動的是道琼 為什麼 各位請看 我講一個比較簡單 來 這個藍色的 這是什麼 這是廢辦 這是廢辦 廢辦最低點在哪裡 在這裡 在這裡 這不會錯吧 那這個呢 這是廢辦的次低點 那加權者數最低點在哪裡 最低點在這裡 次低點在哪裡 在這裡 這是最低 139287月12號 那廢辦呢 廢辦是這裡 是這裡 納斯達克呢 納斯達克是這裡 怎麼對 那誰跟台股靈動比最高 灰色的 這個灰色的 灰色 不是咖啡色的 灰色的 這個就道琼 這絕對是道琼 你猜半天亂全錯 真正跟台股就是道琼 所以怎麼看 台北股市就樂觀 今天合理來講要漲75點 因為現在跌7點 我們就繼續往下看 好 再來我們講過 最強的 本波段最強的是電子 電子裡面真正的標竿是在蘋果 就是說蘋果在跌 所有相關的電子類股 早晚要跟著跌 蘋果在漲 其他的類股會比較慢 因為它不是指標 那一看蘋果一直漲受不了就跟著漲 不是這樣子 所以要抓出領先指標 領先指標你就抓蘋果 除非蘋果往下跌 那只要蘋果持續在漲 我覺得電子股你就樂觀 OK好不好 所以昨天的蘋果還是繼續在漲 所以沒有問題 再來我們講到鴻海 我們先看一下鴻海現在的價格 現在跌5 111.5 也就是說111.5在這裡 這裡是112 在這裡 那請問整個框架有改變嗎 沒有 也就是說股價集結噴出之後 創一個短期的新高點對不對 然後在這裡 在這裡做洗盤 這很正常 就準備好隨時還會有一波的攻勢 所以像這個 除非蘋果大跌 否則鴻海這個多頭走勢 還是持續的不會沒有很明顯的改變 然後我覺得你要看的是看這種的 看什麼 就是說你要看整個類股 當你在看單一個股 看完了要看整個類股 那不是說去買賣 而是在於整個類股全部 那股是所謂的不是股價 是交出來的營收報告 是全面性上揚的 那就是主流了 所以我們來看 環球金一到七月 累計一到七月的營收年增率 就是今年的一到七月 跟去年的一到七月 跟歷史以來的一到七月做比對 跟去年比對是成長13.5% 跟有歷史以來 它是創歷史性高 台聖科跟去年的一到七月做比對 成長33% 33% 然後一到七月的營收是歷史次高 是第二高 至於漢磊 合金跟佳金 通通是創歷史性高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這是什麼 這就是矽晶圓 這就是矽晶圓 所以主流你是不是應該往這裡做關注 因為它不是單一 是全面性的交出來的財報是長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要去看 你要看什麼 你要抓出它的領先指標 我們來看這叫Sumore Coal 對不對 然後我就去看 看今年以來 今年以來 最大交易量發生在這裡 這個交易 這個交易6月17號最大量 這絕對不會錯的 6月17號所產生的價格在1890 對不對 好 這是不是剛剛突破 這裡 這是剛剛突破 除非它守不住1890 那你就提仿矽晶圓股下可能還沒有要動 只要剩高守住1890 那你可預期的 包括台股相關概念股 都會有一波很強的走勢 所以來看什麼叫剩高 剩高主要 這是日本主要的矽晶圓製造商 我們在台灣叫台勝科 主要兩大股東 一個是台塑 一個是日本的勝高 所以你就這麼看 你就把領先指標抓出來 然後我們去做對比 對比的過程裡面 你就這樣子做就會贏了 股票這麼簡單 本來就不難 我舉例 我們看這升高 請問該怎麼做 這裡就是賣出 對不對 這裡也是賣出 對 這也是高點當然是賣出 那高點跌到這裡 這裡是低點 低點就賣進 那高點就賣出 低點就賣進 小明 你這個神經病 你黑白狗 大家都會 你低點畫個圓圈 高點畫個圓圈 高點畫圓圈做賣出 低點畫圓圈做賣進 對不對 對 我把他打掉 但是你看著這張圖 請問高點做賣出有沒有錯 沒有錯 沒有錯 那低點做賣進 對不對 那就對 那我高點這裡該怎麼辦 就賣 就賣 那這裡呢 那你這裡不就賣 那這裡不就賣 那這裡呢 那你這裡就賣 關鍵在現在 那現在當然是買 這怎麼會是賣 你再看左邊這四個圓圈 商品價格再漲 你就賣 商品價格再跌 那你就賣 那商品價格現在再漲再跌 現在不是再漲嗎 再漲你就買 那再跌再賣 這是領先指標 那你說我去買日本深套 不用 你就看台股 台股的台聖科合金和雷加金 在過去當他在漲的過程 他會長得比他兇 這個再跌的過程 台聖科合金和雷加金環球金 不就跌得比他更重 那現在在這裡嘛 所以代表怎麼樣 代表有一波很強勁的上揚 所以我們來看 那就把最大交易量 比方說台聖科最大量是不是這一根 就在這裡 跨出一條平行線 這叫頸線 這是你的底線 就是說除非他跌破177.5 否則這一檔個股代表怎麼樣 這裡有一個主流 主生段會展開嗎 就好像是我們之前提到的南電 一樣他守住了 那就有一個主生段會展開 好不好 感謝大家 如果說各位對我們的操作想進一步了解 歡迎可以加入我們的LINE AT 也祝福每個好朋友 未來的每一天身體健康操作順利 謝謝你 掰掰 可以獨立判斷 慎慎評估